這個可以啊 第一個出發的 你看第一個出發的 然後呢 隔幾秒鐘這個題目 隔15秒 隔15秒 拍了4D喔 隔15秒以後怎麼樣 1 2 2 請問他隔幾秒 15秒 請問有幾個人下去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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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對 我們這邊都麻煩人 來隔1個數秒 這個數秒叫做間隔 直數的間隔 隔1個間隔可是總共有幾個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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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頭尾有直數一樣 只有1個間隔可是頭尾都有數 這個時候要間隔加1 所以呢每一題到底要加1 還是要減1 還是都不要加1要減 不要用猜的 不要印象中風好像做這一定都加1 千萬不要 一定要畫符 一定要畫符 好來 不是要畫個符喔 不用畫一定的符 一定要畫這個 這個 第一個有 15秒 第二個有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到 1 2 中間只有一段15秒 你求出幾段之後要加1 好這裡距離只有15秒 一個間隔 一個間隔 但是卻有兩個人下去了 然後呢 青蛙也下去了 好 有三個人下去了 請問我如果計算的話 這裡15秒數秒 幾個15秒 對 你要看 對呀 來 有三個人下去了 有幾個間隔15秒 兩個間隔15秒 那這一題呢 一定會讓你算 有幾個間隔15秒 來我們來看 好 來看很重要 第一個人再開頭就下去了 15秒 第二個人 數碼 三個人 到這裡有三個人 有兩個間隔 所以呢 它一定會告訴你 你共經過了幾分鐘 你要算 有幾個間隔 來 有人看你吧 你的手放哪裡 對吧 你不要弄清楚 要不要這樣 要不要解釋 好來 數秒數秒數秒 來 間隔你看 間隔1 間隔2 3個人間隔2 4個人間隔3 5個人間隔4 4 好那從來講 間隔1有幾個人 2個人 間隔2有 3 3 4 4 5 5 6 所以由間隔要算幾個人 要間隔 間隔數要怎樣 加1 加1 就是一定要讓你知道這個圖 就是間隔數加1 好來 間隔數加1等於數 看到了 來一起練一練 可以 間隔數加1等於數 身體 手不要摸東西 考人你們做好 手畫好 不要坐這樣子 人數好 不要花整 站住 間隔數加1等於人數 好,來,你看,現在才能利用到時間 這裡是指數問題很難,其實原來是用算時間 總共有12分鐘,這裡又是秒,所以你要畫為相同的單位 分,把它畫成秒,寫這樣就可以 你也可以在這邊寫12分乘以60秒等級嘛 考試寫這樣也可以,你在旁邊計算 好,來,12分一定要畫成秒,12分乘以60 就得到秒,秒要除以15,有幾個間隔? 48,計算自己的位置好不好,不然不太禮貌 48的間隔,然後間隔數加1等於人數 所以48加1就是這幾個答案,49 那這邊聽得懂? 聽得懂就很多,不是一定一跳樓囉 還很多別的題喔,好,來,題目念一遍 來回到高雄則合遇,每個15分鐘一半 從第一關合遇,發車的時刻到最後一關合遇,發車的時刻 到最後一關合遇,發車的時刻,一個經過16時40分 一天都有幾關合遇 先來看總時間多少? 16時40分 他的一個間隔是多少時間? 25分钟 請問他一開始有發車? 有 有喔,他沒有間隔數,一開始就有發喔 欸,頭尾可能是頭喔 頭有直數,第一個就有 然後呢,25分鐘 25,25,25 最後一關有發車 這個是頭尾有重數 對不對? 頭尾有重數 所以呢,跟剛才那一題一樣 求出來間隔數要 加一才等班 是,你可以一樣的方法來證明 第一班之後,25分鐘 這是第二班 一個間隔就有兩班 是不是一個間隔就有兩班呢? 所以你算出來的間隔 算出來 老師就不寫了 因為這都是要你們做加課的 算出來,處理25分鐘 這裡怎麼樣處理25分鐘 會不會處理? 要齁 齁,16乘以60分 劃成分 再加上40分 全部劃成分之後 除以25分 得到的是幾個間隔 間隔數要加1等班次 一個間隔,兩班 十個間隔 9班 十個間隔 十個間隔 十一班 二十個間隔 21班 會了嗎? 會 好,最後時間到 最後一班上去 頭、尾、重數 間隔 怎麼樣? 加1 等一班出去的班次